你跟人家有沒有交換 一些不應該交換的東西 或者是你喝的杯子 人家有沒有特別嚴肅的消毒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的問題 不是你自己怎麼樣 你自己有沒有感染 你自己身體有沒有 不是 而是你一個人會害到整家店關掉 甚至之前不是有另外一家夜店 抱怨說明明不是來我這邊 他也沒有去夜店 你這樣報導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要告人 為什麼 因為你的業績 的確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們也訪問到那些 所謂居家隔離或檢疫的人 你幹嘛要離開你家 很多人的理由 這是千奇百怪 包括想見男女朋友 我就很想問女朋友 難道不行嗎 或者是說 我要跟我朋友借錢 現在有一種東西是可以 不是 叫做變子的 你都居家隔離 你為什麼會需要花到錢 不知道 想要跟朋友借錢 可是他有個債務要處理 馬上叫他們來 你說不好意思 我現在居家隔離 有種討債人來 很瞎 這應該是這樣 有一些人 他就是覺得 他沒有把居家檢疫 看作那麼嚴重 他覺得他只是出門去拿個東西 事實上 我們為什麼要要求這麼嚴格 就是說你要把居家檢疫 當作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對我們的整個防疫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是 那個酒店的那個是比較惡劣 那個是故意 有一些他真的是疏忽 想見女朋友可以 那也不行 我就說有時候去 我出去拿個東西回來 其實那個你會覺得說 我只是一下子而已 那個都不對 一下子可能也不行 有些人也很瞎 對這個輕忽跟故意是不一樣 但是要大家很重視就是說 你不要因為不重視而輕忽 是要很在意他 有人說想吃薯條 不是可以直接叫那個外賣 還有可以幫車子加油 你都不能出去 還幫車子加油幹嘛 所以剛剛許委員 許委員有人講 許委員講了說 有些是輕忽 有些是故意 要是情節的輕重來罰款 我們的執法單位也非常貼心 如果你是居家檢疫 你在兩個小時之內 跑出去外面爬爬燥 你要罰二十萬元 可是你出去的時間很久 二到六小時 可能就是有故意之嫌 包括跑去夜店玩 要罰你三十萬 那當然如果你跑出去 將近一天五十萬 一天到三天七十萬 以此再往上避充 夜店一次就要一百萬了 那個就算故意 因為他這個情節重大 所以我們這個重大違規 如果說你被罰了二十萬 我們家還有錢 二十萬沒關係 不行 就把你抓起來強制安置 我覺得現在 這個不管是居家檢疫 或居家隔離 都要能夠遵守這個規定 這非常重要 但是罰錢不是唯一的一個方法 我必須要提醒居家檢疫 跟居家隔離 還是有所不同 居家檢疫是說 你去了疫區 你回來這個地方風險比較高 你居家檢疫 但是居家隔離 是更嚴謹的一種方式 因為你已經跟確診的病患 有過接近的接觸 所以當居家 尤其是居家隔離的人 如果還違反這樣的規定的時候 我認為他很有可能 已經違反到特別條例裡面 有這個 如果你還四處亂走 有讓他人得到傳染之餘的時候 這個是有期徒刑 所以今天不是只是罰錢結束而已 所以說這個東西我覺得 必須要認真的去抓一些案例出來 如果真的有至其他人 也得到肺炎之餘的話 那就公共危險 公共危險就不是只是違反 他的居家檢疫的規則而已 可是如果說你家裡面 有居家檢疫或是居家隔離的人 你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再解釋一下 居家隔離是你是 是跟確診的病患有過親密接觸 這個叫居家隔離 這是最嚴格的 居家檢疫是你從疫區回來 包括美國 歐洲 中國大陸回來 這個是叫做居家檢疫 不過這兩種都要在家裡面 隔離14天 不能隨便以外出 那如果你家人 有這樣子的一個案例的話 你最好跟他保持 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要減少接觸 譬如說不要一起吃飯 然後盡量佩戴口罩 勤洗手 用肥皂洗手這樣子 可是最近有發生一個例子 是發生在我同事的 他的親人是裝維修冷氣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他接到一個案例 跑到這個家人去幫他維修冷氣 而且跟屋主也講話 都沒有戴口罩 都已經算是很近距離 接觸了一兩個小時 之後這個人才告訴他說 我現在在居家檢疫 因為我剛剛從加拿大回來 意思這樣子是不是有危險 或者是說這也是一個漏洞 當然這個是個漏洞 其實應該是要鼓勵說開窗戶 不要說要用開冷氣 還是密閉的空間 當然你如果說 你還是隱密你的疫情的話 別人又遭殃 所以應該現在要跟所有的 這些人灌輸說 你不能以你的觀念 去妨害到別人的自由 你因為你的 為了你的方便 然後害了別人 那這樣的話到時候真的 他被感染了 那真的得不行 可是像這個 從加拿大回來 在居家檢疫的這一個人 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居家檢疫 他可以摳人進來 修電腦 修冷氣 而且近距離接觸 這樣他有刻意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第一個你去修冷氣到人家家 自己也要注意 要戴口罩 這是其一 其二是你如果知道 自己有這個風險 而刻意讓別人 置身於這個風險當中 刑法上就有 可能會過失傷害 或者傷害之嫌疑 這個東西其實是 可能會有罪責的 那當然這是要看 實際的狀況而定 所以我必須要說 大家不要輕易釋法 我們在這一次的 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其實給了行政機關 很大的一個空間 甚至都有違反 基本人權之嫌疑 但是給他很大的空間 然後在這個 有關於違反相關的規定 隔離或檢疫的時候 是可以刑事的罰則 這個有期徒刑的罰則 非常的重 所以現在不抓到 則一抓到 這個處罰上面非常的嚴重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正確的理解 並且做好自己該做的 你去人家家 你自己也要戴口罩 保護你自己 那你今天居家檢疫的人 也不要隨便叫人家到你家 給人家造成傷害 要是人家造成傷害的話 你本身也有刑法上的罪責 剛剛雨信講到這個非常時期 有很多的規則 或者是行政的機關 有可能都有到 嫌疑是侵害人權的嫌疑 現在就有很多討論 包括了人權 以及你自己的這個 所謂的自私 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取得平衡點 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你自己是醫事人員的話 我們知道在2月份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些 相關的規定出現了 醫事人員 其實是禁止出國的 包括在2月23號 醫護出國的禁令 就已經被公布了 包括了建議 旅遊建議是第三級 是禁止前往 一二級國家是虛報準 那在3月4號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張上淳 我們在這個疫情指揮中心的專家 張上淳的小孩赴美旅遊 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有人說你不要獵巫了 因為這個所謂的旅遊禁令 醫護人員的旅遊禁令 有抵觸憲法之嫌 可是現在就有人說 這個醫護人員 尤其是你的爸爸的工作特殊 難道你都不用考慮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要切分成幾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我自始至終反對當時 要求特定職業的人不准出國 因為法無明文規定者 就是我們講白了 法無明文規定者不法之 那為什麼 因為你要用法律限制人民的 各項基本人權的話 你必須明定所有相關的規範 你不能說我今天一個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訂了一個新條例 然後我就可以濫用這個條例 去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不行 你必須要由總統的高度 去下緊急命令 那講白了 我在這件事情裡面 覺得張善淳很倒楣 因為他被迫要執行一個 沒有法源依據的 人身自由禁制令 那他的兒子 如果大家有看到他兒子的留言 他自己在臉書上面講 他說我根本就沒有違反 這個違憲的規定 所以他的兒子是說 你這個規定違憲 那我為什麼要遵守 所以我照樣出國 我覺得對民眾而言 我們還是一個要求 我的立場還是一樣 不是因為兒子怎麼樣 爸爸要跟著倒楣 而是爸爸要思考 這個事情 如果你連你兒子都說服不了 請問其他的醫護人員 你能不能夠說服 那我們還是再做一個呼籲 人民給你權利 但是你不用也叫濫權 也就是今天人民都支持 我坦白講 你如果現在TVBS去做民調 大概七成到八成以上的人 支持蔡英文總統 發布緊急命令 而不是給一個空白授權 就是說我的振興條例裡面 那一條我可以自由自在的 限制高中生出國 限制高中生以下 限制教師出國 限制醫師出國 限制護理師出國 限制社工師出國 我覺得這個過度詮釋了 最理想的狀況是 總統下令總統扛 大家都接受沒有人說 我送權利給你 你不要 然後你告訴我說 這東西不是濫權 但同時你保留一個 武漢那一群人的黑名單 這個東西真的 我們現在是為了政府好 不要造成民眾之間的彼此 互相的侵滅或是鬥爭 你就總統下緊急命令 這個事情都解決 因為如果總統下了緊急命令 那個二月多下的醫護行 這個出國的禁制令 你出國就是違法 那就不用講爸爸的問題 爸爸什麼道德勸說 現在就是這個兒子出國了 可是你根本沒辦法罰他 坦白講 現在很多人不送的地方是 舊飯姐 為什麼你一個小小的 他應該是住院醫師吧 你價單可以準 你價單可以準 其他有很多的醫師出國 是要開會的 他價單不準 我覺得今天倒楣 這個張副指揮官的公職 他的老闆可能要被懲處 但現在的問題還是在於 我國目前民眾都支持的時候 為什麼政府用很多的方法 繞過了緊急命令 你不能因為有心魔就不做 世界各國很多人都宣布 緊急命令的時候 你覺得狀況不嚴重 狀況不嚴重 為什麼大家搶購各種各樣的東西 衛生紙也搶 你說東西沒有問題 盡量去買 好 蘇貞昌 你現在給我買看看 你去各賣場看看 你說盡量買 有沒有賣場都覺得 讓你盡量買就不是 我覺得政府現在領先 我覺得政府做得很好 但不要因為一時的領先 而做過頭 不要去挑釁民眾 說你來盡量買 反正都夠 民眾盡量買了 你現在看看盡量買 結果加上有沒有東西 其實也是沒有 有所謂的 無所謂的 金綠